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 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財經專家 賴先生 憲哥 來請到萬寶頭顧總監 蔡明章 大家好 來請到網路觀察家 朱學恆 各位大家好 好 今天一開始 趕快帶您來關心的是 長榮公會突然之間決定要大罷工 公會現在要表達的是 公會已經確切地認知到 這一次的協商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公會現在就宣布 我們的罷工行動即刻開始 從2019年 我們認為協商應該要停止了 對 我們的協商就到這邊終止 因為好 我們的罷工行動 從2019年的6月20號下午4點鐘 先休息 先休息5分鐘 好 對不起 我們再重複一次 公會認知到此次的協商行動 已經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公會現在宣布 從2019年6月20日下午4點 罷工行動正式的開始 既然勞資協議是破局了 各位觀眾如果你是商務客 或者是旅遊客 你必須要注意 今天非常突然 在下午4點 長榮航空的空服員工會 宣布即時開始罷工 今天下午長榮已經立即開始罷工 也就是你剛剛聽到這個 記者會的過程當中 其實空服員職業公會宣布了之後 旁邊有聲音在來 你說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但空服員職業公會直接宣布 對不起 協商終止 我們宣布4點 也就是這個會議過後 兩小時就要開始罷工 今天從下午4點到晚上12點 長榮航空加上立榮 大概有73個班次 到了明天有201個班次 如果一切照空服員職業公會的 推估的話 總共有接近310班的班機會停飛 4萬人以上會受到影響 那到底為什麼突然之間 會宣布即時開始罷工 不是正在協議中嗎 說突然是突然 但其實在今年4月的時候 第一次長榮航空跟空服員之間 職業公會的協商就已經破裂 就是他們那個時候說 那我們要開始罷工流程 那當時長榮航空是很硬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長榮航空跟中華航空比起來 一個是有半關股的身分 然後一個是全民營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雙方起了很多次的衝突 其中之一是長榮航空還有發問卷 告訴大家說 注意喔 罷工時期你的薪資跟福利會暫停 空服員工會就說等等 你這是不是在威脅 我馬上接下來進行罷工的投票 所以一路從4月到5月到6月 6月初的時候 長榮航空的這個空服員職業公會 跟桃園市的空服員職業公會 所以投票他們得到的票數 其實非常壓倒性的是 贊成要罷工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大概長榮航空的空服員職業公會 有9成的人贊成這次罷工 所以最後的協商就在今天 其實已經是 通過了罷工的所有流程之後 今天是最後協商 你如果協商能夠成功 那就不罷工 但協商顯然非常不成功 因為開始了一個小時之後 空服員職業公會直接宣布 不需要繼續協商 我們即刻開始罷工 從現在開始4點的時候 收繳所有在場會員的 台胞證護照跟相關的證照 立刻前往長榮航空的 辦公大樓門口集合 也就他們要學中華航空一樣 當時是現場即時繳交所有 包含了機師的飛行認證跟他的護照 馬上要去長榮航空的門口抗議 破局的關鍵是什麼 破局的關鍵是這樣子的 長榮航空的空服員職業公會 跟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公會 主要要求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外戰的津貼要增加 因為上一次中華航空的抗爭成功了 所以外戰的津貼有增加 第二個是權威式管理 就是搭便車條款 還有搭便車條款 全威式管理就是 長榮跟華航比起來 以前長榮的管理 因為他純粹在商演商 之前長榮航空的總經理曾經講過 我們是一個商業的 營利的航空公司 那所以公司如果沒有營利的話 我們希望大家努力 但不能單方面就要求 要調升你的薪資 所以這個部分長榮 我們這樣補充一下好了 可能各位觀眾有些人不知道 長榮航空早些年是不准組工會 所以在那個狀況之下 你看到這個畫面已經是 上一次的遊行 6月初的時候 有一個小規模的遊行 就是繞行長榮航空的辦公地點 附近空服員進行遊行 那個時候也就是他等於是 在投票的時候 已經接近通過了 拿出來武力展示 但當時大家還想說 一切可以好好談 沒想到今天 我們剛剛還講的 就淨搭便車條款 那什麼叫淨搭便車條款 淨搭便車條款 是工會立主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工會出來抗爭 如果我調高了錢 如果我結束了相關覺得不樂見 不樂觀的條件的話 非工會成員沒有參加罷工成員 不得分享這些利益 所以三個主要的條件都沒有通過 於是這次我們才看到 非常突然的 潮流航空決定 他的空服員決定 即時 今日下午4點開始 進行罷工 如果你的班機 在今天下午4點以後 起飛 不管是在外站 或在本地 明天整天 所有的飛航班次 都有可能受到影響 好我們可以看到機場 已經一團混亂了 對股價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來 蔡總 因為是在今天下午突然之間宣布的 所以股價會在明天才做反應 對啊 倒楣的就是旅客跟股東 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 華航罷工 所以旅客其實緊急的就是改搭的長榮航空 這一段請大家注意看 長榮航的股價回到了一個15塊 那其實客觀來講 長榮航是比較賺錢 第一季的EPS有0.4 那去年全年度是1.5 那現在最近的股價其實是不錯 表現很好 又回到了這個15塊6的這個價位 但是晴空霹雳 明天恐怕股價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 那是突發性的利空 對啊 突發性的 大家會覺得說這個公司是比較強硬的 所以不應該發生罷工 但突如其來 明天長榮航的股東可能出了蛋 我想就算有民眾預期到協商破局 大概也沒有預期到會立即罷工 對啊 所以明天緩運了另外一個就是華航 好 我們來看一下華航 我們看一下華航 今年2月份罷工的時候 股票就一滴落了 而且即便罷工結束了以後 還會跌 影響商欲嘛 對不對 大家阿伯為什麼要打你這個 這個讓旅客很不方便 所以你看喔 你不要以為罷工結束股票就上去 還繼續跌喔 這次可能在長榮航空出現 但是最近的股價似乎有脫離這個盤整 所以明天的話可能長榮航空跟華航 一個走勢可能會形成對比 好 也就是說 2月份的歷史經驗可能會被複製 但是角色互換 對 那一次是華航跌長榮航長 明天開始呢 很有可能是長榮航跌華航長 對啊 所以華航可能 明天的股價可能會表現不錯 好 緊接著要帶你來關心的國際大事是 蘋果史上最大遷徙潮正要開始 我們都看過非洲的動物大遷徙 你可以想像那個壯觀跟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那這一次的蘋果大遷徙 如果以產業界的角度來看 無數非洲的動物界大遷徙 你知道嗎 很恐怖 它不是只有手機簽 它是它的筆電也簽 它的派的也簽 它的AirPod的也簽 幾乎全生產線都要進行大規模 超過大約有30%的產能的大遷徙 所以我們來看 這是蘋果史上最大遷徙潮 要把15%到30%的產能移出中國 為什麼 因為中美貿易戰 那現在不是長得共嗎 對 G20不是即將舉行嗎 為什麼蘋果在這個時候 做著這樣的決定 顯然他們並不樂觀 因為美國人認識美國人 因為蘋果 他知道川普這個 就像那個四川的變臉一樣 他隨時說變就變 所以大家對G20的一個 川普跟習近平的那個 兩個人見面 並沒有抱著很樂觀的一個 態度這第一點 第二點 川普如果實錘之位的話 那未來這個仗會打得很久 剛剛舉例舉得很好 就像非洲的動物的大遷徙 每一次的遷徙總是有將近十分之一 甚至5%的這些動物要死亡 因為遷徙的過程裡面 也就是一種自然的淘汰 弱者就會被淘汰掉 那蘋果這次的大遷徙是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這麼大的遷徙 到底有多大 我這邊舉一個例 蘋果的今年的第二季 它的營收是580億美金 我們假設乘以4就好 因為它今年不是很好 乘以4就好 這樣多少 這樣等於是2320億美金的總營收 合台幣7兆 7兆的話15%就是1兆 30%就是2兆 你想想看 不管你做什麼東西 這一千席遷到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家就賺了2兆的營收 所以對目前來講台灣的五哥 全部中槍 不管你躺著睡著站著 通通中槍 五哥中槍 五哥都中槍了 我這個小弟也中槍 後面的供應鏈 每一個五哥後面都有100家 200家 300家的供應鏈 這一個遷徙就跟著 就像我們看那個河馬的遷徙 看那個所有的遷徙一樣 這樣打下去非常的嚴重 所以現在大家眼睜睜的在看 來我這裡 來我這裡 可能越南也說來 但是沒有土地 柬埔山太盛了 印尼 那落後 印度說 印度製造 來我這裡 所以現在很可能就是選擇印度 事實上這個大遷徙 確實工程浩大 就如同憲哥所說的 它是整個供應鏈的遷徙 它是物流的遷徙 它是倉儲的遷徙 它這個遷徙的工程 有人說短則幾個月 多則甚至兩三年都沒有辦法搞定 我們家裡從台北要簽到屏東 都要三個月了 你看那麼大的工廠 好幾千家 怎麼可能 而且進行是怎樣 進行是工藝商 自己在想說 我敢要簽 是啊 我簽好還是簽不好 我要簽你不敢 對我去我就不好 現在不是 你要不要簽的問題 現在是蘋果叫你簽你就要簽 對 所以變成這些所謂的五哥 被迫簽是啊 五哥跟他們的工廠商 大家要有志一同 大家說好 中蘭 這樣 因為自己走比較會怕 大家倒作會比較不會 好 那我們現在講印度很有可能是 遷徙的一個首選地點 第一個現在在印度的東岸 有一個青奈的地方 它本來就是一個3C的 3C產品的重鎮 包括摩托羅拉 包括像戴爾 都已經去了 我們看到那個青奈 你不要小看 那個外面賣手機的 還有收購那些手機的 那些中古的那些 整個變成一個非常大的 3C的一個市場 而且它也靠近印度的 孟拉灣旁邊 所以不管是海運空運 都非常的方便 那它連接機場 它有一個叫做四號國道 畫面看起來 對不起 憲哥打個唱 畫面看起來那個嗎 這個地方還滿落後的 對 以前是非常落後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 比較屬於那種3C產品的市場 也沒有照到 不過這個畫面看起來 就這個地方 看起來就比較健康了對不對 它有一個四號的一個 高速公路國道上 你可以看到Mokia的車子 一直走來走去 你可以看到現代汽車的 一些貨櫃車 從零件從韓國過來 然後在這邊組裝等等 所以青奈它變成 目前想要去的地方 包括現在你可以發現到 青奈它可能高速公路旁邊 有水牛在跑 然後旁邊有沼澤地 在旁邊有怪手在那邊動工 哪一個誰的怪手 富士康 富士康已經決定落腳在這邊了 所以富士康也是在這個地方 對 160公頃要花了15億美金 因為富士康不去不行 好 我們來看剛剛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是 從空中鳥看的富士康 紅海的印度廠 這麼大 對 160公頃 很大 一個大工匯區 那就是因為紅海它一定要大 它每一次都是3萬 4萬甚至10萬 12萬的工人 所以它一定要非常的大 那你不要小看印度 其實印度在軟體方面 數學人才方面 它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我們台灣只有學到九九乘法對不對 他們是學到八十一乘以八十一 九九八十一再乘以八十一 所以它是我們的十倍 我們是學九九乘法 他們是學八十一乘法 對 八十一乘以八十一 他們可以用腦筋計算到八十一乘以八十一 我們是只有九九八十一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所以你看它的AI 其實在去年它就有一個 AI的機器人女警已經出來了 而且在印度的南部的一個警察總部 正式的執行 它利害到什麼程度呢 利害到她的主管來跟她敬禮的時候 她可以馬上回禮 這個女警還塗眼影 藍色的眼影 對 眉毛畫得也蠻可愛的 皮膚太白了 皮膚太白了 晚上會嚇到 但是這個女警非常厲害 你看她會回禮 就她的長官跟她敬禮 她會回禮 你不要以為這樣 當然不只這樣 對 所以她已經具備了 比如說三歲到五歲 甚至八歲的人工的智慧在裡面 那也代表說 印度其實在AI 軟體人才 這個部分來講 是不缺的 所以很多人都想說 印度好還是不好 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印度 我現在去公司 派去印度 印度那個人 或是印度你的董事 第一個問說 我你是得到什麼 不然怎麼會派到這個地獄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外面的溫度 38到42度 每天 所以每天你就是缺水 要一直補充水 第二個 你進去到印度 三個月到六個月 每天都在拉肚子 有某一個航運公司 只要他的外派到印度人員 都有半個貨櫃 可以裝你的東西 結果這半個貨櫃的一半 都裝什麼 裝衛生紙 我不騙你 印度你衛生紙 好像衛生條件太差了 衛生條件 而且你去那邊 你如果不是 像我們一般人 不是喜歡吃辣的人 還有很多的東西 你真的是前半年 你在適應你的 跟你的體力 就是拉鋸 對 除了這個以外 你到印度去 有幾個困難點 第一個困難點 印度的員工不好管 他會偷懶 我們等一下 可以看一個影片 看這個影片 這是銀行 這是銀行 而且他會 他會偷偷拉拉 他動作怎麼那麼慢 甚至你等一下 看到他拿錢 在給計計數的時候 我覺得這滿像 那個動物方程式的場景 沒有 他好像在慢動作 分解動作那種感覺 我跟你講 學衡一定看過 所以學衡講 動物方程式裡頭 不是有一隻 所以他就這樣 慢慢算錢 對 所以他就非常的慢 他們工作效率很低 很低 他可以在那邊吹牛皮 他可以在那邊砍大山 他可以在那邊聊天 他才不管你 所以在中國的一般 他的這個生產線 他的流程 每一個 每一個零件 他是算以秒計算的 比如說 我坐在這裡 那經過我這邊可能三秒鐘 我要插一個零件 三秒鐘插一個零件 在印度他才不管你 所以他的效率 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雖然他的薪水只有台幣三千塊月薪 但你給他乘以三倍 他的月薪等於九千塊 所以並不便宜 所以你看到印度的這樣的一個工作效率 你就知道 你到印度去 老闆要有心理準備 不然你只起 你就起死去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們的基礎 基礎教育很差 就還是很多不適制的 那不適制怎麼辦 他只能做單一的工作 單一程序的工作 你叫他做這個 就做這個 第二個 所以你就像在一起做這個 你就掃偷腳就掃偷腳 穿便宿就穿便宿 其實我們看到 印度工廠的工人 他們都是單一指令 對 你只做一件事 你看他這樣 他就只能做那個而已 你現在 你要把他調去百位資源 不可能 這不會就是不會 我就不會 所以我這個工作 如果沒有做 就是我休息的時間 第三個 他的政府的效率 差到你想像不到 洪海 他本來不是要投資嗎 後來不是說 郭台銘你本來要投資 沒有投資 是因為他投資的那個州 那個郡 那個州的州長不同黨 本來說要供水供電 結果沒有了 怎麼辦 沒有 你又能夠怎麼辦 所以洪海就只好暫停 你知道申請一個公司 要33天 旅行一個契約的繳稅 阿關你猜猜看要多久 旅行的契約繳稅 希望他效率很慢 對 那就一個月好了 4.8年 你說真的假 當然真的 什麼話不說 那我去繳一個稅 搞到4.8年 我工廠還要蓋嗎 對啊 繳4.8年 好 那你工廠不蓋了對不對 恭喜你 你清算要10年以上 公司清算要10年以上 所以你的錢進來印度入金以後 你要出去 你光是一個清算要10年以上 這真的 東南亞都這樣子 我有一次 從新加坡要過新山 我們經過馬來西亞的海關 你知道那一天 因為剛好是他們足球賽 那本來塞四個半小時 我前 要出去之前 我又喝了一杯水 快要十門水庫要爆炸 你知道經過海關的時候 他們兩個一個男一個女 在那邊談情說 光是蓋我們那六本護照 蓋了八分鐘才蓋出來 你看他氣死了 真的氣死了 所以我們剛剛有談到 這一次蘋果的大七席 我們把它比擬做 非洲動物大千席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場面之大 影響之巨 陣容之龐大 甚至於在七席過程當中 會有優勝劣敗 有人活有人死 甚至有人受傷慘重 但是蘋果公司怎麼說呢 他們說當他們決定要 供應鏈遷徙之後 就沒有回頭路了 即便中美之間 不管是貿易戰也好 兩個人之間的供應鏈的協調也好 樂森公兩個人說好誰 也沒有辦法回頭了 所以我們來聽這首歌 就可以想見 所有的供應鏈 現在的心情如何 好 蘋果說不能回頭了 當他決定他們要大千席之後 就不能回頭了 那除了印度之外 當然他們不是只有鎖定印度 他們還有很多地方 包括印尼 對 有一家蘋果公園 動作很快 就是合碩 在今年的四月份 就在印尼的巴旦島 雲運新的一個工廠 那根據印尼的媒體來報導 在這個巴旦島 巴塔明多的工業區的話 合碩已經乘租了兩公頃 新的一個製造的工廠 不過我們先讓大家知道 這個巴旦島在什麼位置 你假如從印尼的首都雅加達的話 還滿遠的 有800多公里 飛機要一個鐘頭以上 但是你從新加坡的話 搭船只要30分鐘就到了 大概距離新加坡 只有差不多20公里 那巴旦島風光明媚 你不要看喔 它大概面積不大 700多平方公里 人口有100多萬 過去這個地方 是一個度假的勝地 有人說 僅次於巴里島 印尼當中 這個風光明媚的第二個海島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巴旦島的話 你看到這是公寓期嗎 很美 都是度假村 都是海灘 度假的勝地非常的好 但是印尼就說 我現在經濟不好 印尼有很多的島 但是隔壁的新加坡 那個經濟很好 所以就把巴旦島的整個規劃開發 委託了新加坡 那委託了新加坡以後 未來這個巴旦島 20年前的話是石化業 現在最重要的產業 大家想不到 居然是手機 它要打造成印尼的華牆北 這個巴旦島 現在四分之一的產值就是手機 可是我剛剛看它像是一個旅遊勝地 它怎麼有辦法打造成印尼的華牆北 努力嘛 因為有這個新加坡的規劃 所以它可以做到 然後整個電子產品的話 佔了巴旦島 大概二分之一的一個產值 那現在它是一個自由貿易區 所以這裡面進出口的關稅 全部都免掉了 所以它現在已經是自貿區了 對 所以很多的外商都來這邊 設廠一個投資 但是你知道 這個地方薪資也上來了 就業機會多了 現在一個月的工人的薪水 大概7000塊的台幣 其實這樣不便宜 所以到了2017年的時候 怎麼辦 我們這個巴旦島經濟起灰 但是薪資也上來了 印尼的總統 左科威就是找了新加坡的總理 李顯龍 來 我們想辦法 李顯龍說只有一個方法 薪資上來回不去了 對不對 只有產業什麼升級 我們創造了產品 附加價值更多的產業 這個左科威就OK 所以現在你知道 巴旦島是什麼 這個廠商去呢 Nokia 對不對 OPPO 還有Sharp 到小米機 通通去這邊進駐了 但是他們當時 印尼有一個規定 你必須在當地生產 要超過三分之一 你這個手機 才可以賣到印尼的一個市場 那印尼有兩億多的人口 對不對 每個人都要用手機 所以未來這個手機的市場很大 他們就找了當地的這個公司 叫阿伯達 這家公司來代工 當時呢 這個郭董 洪海 也曾經動造一個念頭 在2014年的時候 左科威還沒有當選 就跟我們郭董很麻糬 見面了 簽了一個備忘錄 所以郭董他們 他們護士康準備了 本來選的 也就在巴蛋島 要成立手機的一個組裝 但後來可能條件沒有談 這個計畫沒有啟動 所以你可以看 大家都選擇巴蛋島 但是呢 我告訴大家 那會不會再次重回巴蛋島 對 所以台商新南向要復仇 為什麼 在二十幾年前 你知道台商已經到巴蛋島 當時是國民黨黨營事業 劉泰英帶團去 有一個巴蛋島的光華 你看這個光華這個名稱 就是這個國民 對 光華的工業區 哇 最巔峰的時候 200家的台商 慶祝 哇 結果你沒有想到第一個 中國的經濟起來 結果你在那個南向 沒有辦法發揮 第二個 1997亞洲金融風暴 所以整個亞洲 包括印尼全部下來 所以當時的一個投資 就泡湯了 所以現在只剩 這個實在家 所以這一次 核碩當了一個領頭羊 重新回去的話 能不能做一個復仇 我覺得時空環境 跟當年都不太一樣了 所以這一次還蠻有機會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 這一次的蘋果大遷徙 我們把它比作非洲動物大遷徙 因為規模非常浩大 所以相關的供應鏈 這一次應該是被迫不得不遷徙了 已經先卡位的像核碩 或者在海外已經有據點的像鴻海 股價有沒有機會動 我們看一下 平蓋股七大指標 核碩 偽創 人保 台郡 新興 可乘到美律 他們各自都有計畫 有的可能要到東南亞 有的人加大台灣的投資等等 但是我們要講了 對蘋果的庫克來講 你們通通是備胎 你有沒有想過 有的人遷徙 有的人坐了 有人還在觀望 但是有的坐得快 有的坐得慢 好 你現在鴻海坐得慢一點對不對 合作坐得比較快 來 合作訂單 你用iPhone組裝 你多一點 萬一合作坐得慢 再過來偽創 你的訂單會多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 遷徙工程浩大 對啊 在這個過程中 有些還沒搬好家的 我不能等你啊 對啊 人家iPhone要繼續賣啊 所以你可以看 這是一個備胎的觀念 逝者生存 再過來很重要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找到投資密碼 這個地方 你看人保 考慮重啟 那就表示它本來就有基地了 對 它四到三四個月 就馬上生產 那其他可能要兩年 對不對 兩年跟四個月 那這個庫克給你的訂單 那就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在比速度比效率喔 對 還有一檔 偽創 你注意一下 考慮重啟 揮力賓 所以這裡有重啟的 只有兩家公司 就是人保跟偽創 那何碩市本來就已經在 八蛋島的據點了 對啊 但是它現在是租用 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所以我們直接看一下 人保的股價 前幾天我有講 人保今天雖然收平盤 但是人保今天盤中這個20點 那是波段高點 等於中美貿易戰它沒有受傷 因為它重啟越南產 重啟 然後偽創 我們看偽創 3231的偽創 偽創的這個股價 現在也回到了將近 季線附近 所以姿態看起來相對 其他的蘋果供應鏈 尤其在組裝的這些備胎股當中 它是比較相對強勁的 當然八蛋島該年股 核碩我們也來看一下 好 核碩的股價表現如何 其實核碩 當然它這個位置 也回到了季線 但是時間 因為它比較大型 它時間可能要拉長 但是它從低點的48.85 你可以發現 其實它慢慢有爬上來 假如大家去看相對來講 我覺得它還算是表現不錯的 剩下就是要中美貿易戰 要和緩了以後 這種大型的平蓋骨 才有辦法往上